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从善知色的角度看 人人都是善知色 善知色是在内心 不是在心外 心外边没有什么善知色 我心中觉得 我看到这些都是善知色 那你们就是善知色 你们自己是不是善知色 跟我没有关系 是不是这样子 自心归自心 自心就是清净的智慧性 自心就是清净的空性 也就是法身佛 以我们清净的智慧来皈依 这个皈依是相应的意思 寄收相应认同和依靠 的意思 因为这个两个都是清净的 自心是 本身是不动的 自心呢 就是清净的智慧性呢 有观照作用 观照不动的空性 不变的空性 这个叫做自规意 这个是真正的规意 规意什么 规意啊 清净法身佛 所以是真正的佛 如果是规意啊 外边的 有形象的佛 有一定的形象 比如说是 释迦牟尼佛啊 他的硬化身是 三十二种大人像 的形象的佛 这不是真正的规意 因为自己还没有见到 自己自信的清净 智慧法身佛 那只能讲作是 方便规意 不是真正的规意 但是仅仅呢 知道这句话 而执着 这句话 自己就不想归于 释迦牟尼佛 也不想归于三宝 这是有大问题的 又是个外道 我们是要从有相 而成无相 要从心外的三宝 而努力修行 清正 自信的三宝 我们不可能 自己不归于心外的三宝 就能够自己开发出 内心的三宝来 不过呢 六祖坛经告诉我们 一个是 叫做 真正的规意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从 落门的时候 方便的规意 方便 就是一种方便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 过程 一种 门路 如果不通过方法 过程 门路 要想 达到 归于自信 佛 是做不到的 但是 当我们归于了有相的 心外的三宝之后 一定要开发 直接内心的三宝 所以六祖坛经呢 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子 来自归于 我们组会看到 自归于者 除去自信中 不善心 单单单 好多心 一定要 除了这些心之后 你才是 真正的 自归于 如果 这些心 没有除掉的话 你不能够 叫做自归于 你根本 没有 做到自归于 所以 所以还是要从 归于心外的 伏法身 依赖 善知识 来 开导 我们这里 会看到 自信 中的 种种 种种的 不好的心 自信中 自信本身 是没有 不好的心 自信本来 就是空的 这是 因为众生 愚痴 有自私 而不了解 有空 无我的 道理 所以 把心外的 假的 种种 现象 当成 是我 同时 把心内 产生的 种种的反应 心里 互动 的现象 当成 是我 其实 这是 身体和心 和外边的环境 三种 交叉在一起 而产生的一些 内外的活动 在 实际上 也是从自信 之中 而发展出来的 我刚才讲的 这是凡夫 但是 这些东西 如果 我们 不去管它 不要去 发展它 而 凡是有这种心 出来 马上 就把它摆下 越来 摆得越少 到最后 这些东西 全部没有了 那 自信 清静的 不动的 不变的 空性 就会出现 这个时候 叫做真正 叫做 自归一 如果 心中 有许多许多的烦恼 根本连自信 都没有看到 连自信是什么 都没有体会到 那 不算是 叫做自归一 现在我们解释一下 这些心是什么 就是 迷惘心 是为 不善心 不善的意思 就是 对自己 对人 不用智慧 不用慈悲 而产生的心理活动 多叫做不善心 有伤害人的心 有欺骗人的心 有 不利于质疑 也不利于人的心 那之一不利于任何一个重生的心 多叫做不善心 那么包括啊 哪一些呢 下边的也都叫做不善心 基督心呢 人人都有 人家比我们好 人家得到了好的名利 权位 或者是 荣誉 心里边感觉到酸溜溜的 有时候 嘴巴上说 哦 当然了 他做得很好的事了 我才不妒忌他呢 没什么了不起的了 这算不算妒忌啊 算 焦慢心呢 是 跟基督心是相反的 人家 比自己啊 高明的时候 自己产生基督心 自己 发现 或者是认为 比其他的人高明的时候呢 会产生什么心 对 焦慢心 无我心 无我心 这个就是自我的自私自立心 自我的执着 非常坚固 对自我的思想 价值 对自我的能力 和财力 很执着 再度是叫做无我心 广望心是什么呢 是啊 一知半觉 是啊 得少为多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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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 自己认为 已经懂得很多 事实上 他懂得一点点 自己认为 能够啊 产生的力量 好大 其实他自己的力量 是 就 少少的 像这种啊 自己不自量力 而夸赞自己 说大话 这个叫做什么啊 叫做狂妄心 自己是一只只老虎 但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是只老虎 认为自己是一只真正的 很强 很猛的老虎 自己呢 也知道自己好像打个不行啊 可是呢 一定要将人家知道 让人家发现他 让人家肯定他 是一只很勇的 很有力的老虎 这个叫做狂妄 这个轻人的心和慢人的心呢 这个是累世的 就是轻世人 某世人 看小人家 把人家看小了 看低了 看矮了 在 就是 人家有 一百分 我们把它说是 没什么了不起啊 你这一分分 我相信你没有 大概是最多五十分 四十分吧 就把人家古迹的 比 事实上呢 要低 要小 这叫做轻人的心 慢人的心呢 就是 人家 私有能力 但是呢 我尽量地想办法 把它压住他 让他 感觉到他不行 也让许多其他的人 感觉到他不行 只有我才行 邪见呢 是 违背因果的观念 叫做邪见 凡事取巧 凡事取巧 凡事不期实际 而还在主张 我们应该 用什么样最快的方法 能够 赚钱 发财 能够 升官 甚至于能够成佛 这都叫做邪见 也就是说不努力 而走外路 这叫做邪见 有人把死猪 病猪 把他杀了以后 给人家去吃 三百块钱一头猪碗 就可以买回来 然后赚几千块钱 他们心里想 反正是人家吃 也不是我吃 我只要赚钱就可以了 像这种人 懂不懂英国 这种人就是邪见 什么叫做拱高薪 就是有一份工 而说十分工 有两份工 说二十分 甚至于夸大成为一百分 什么功劳都是他的 有这种拱高薪的 是不错的 他至少是有了奉献 不过呢 他夸大了 摸杀了人家的功德 而只有他的功德 我有一次 我去看一位法师 他的师父刚刚告示 他是那个地方的第二代 我去看他 他就对他的师父 一句话也没提 而就是说 你看看 这个房子是 当初是我设计的 这个地方是我最初 是我来选定的 这种富项 是我默化来的钱 我想来想去 我说 我说你老和尚在世的时候 也曾经做了一些什么吧 老和尚已经老了 那个时候他 这是一个名儿 他什么也没有做的了 请问这位 这位法师算不算鼓高啊 算了 下边呢 即一切失踪 不善之行 都应该不要有 同时 要常常见到自己的过色 而不说他人的好坏 那叫做 那叫做知贵 今天呢 我们讲到这儿为止 我现在问你们一句话 农场是哪一位最早开山呢 是哪一个 是我 错的对不对 俗典望主 叫做 我们开山的老和尚是东处老人 不是我 如果我说这是我开的 那也是什么 什么心呢 我们高兴 好 我要补充一下 不补充 我可能也变成广高